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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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天地 萬金思慷慨 福生若夢 百歹道 惟苦 馨良哉 弘簽一息 回曲 還付來 上孙明珠行业当 上庆安排欢喜 不奈何青春失去 不奈何江山真一改 青衣国家一目宝 天将冲离开 奈何如回心如 奈何时云他人才 终于冰冰写在你朝 只剩过昨日才 山水彼离 柳花的雾海 夕阳天朝寒香雕 风略许法白 《大帅》 《大帅》 如此名目张胆 不能使而对 这事必须大帅明明 对 走走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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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他是不是活了 杰盛正在出大病 吹吹打打的 前身后道 二十四缸 抬着照着彩头的棺材 这又哪有什么大军想怪的 大帅 是胡志炎 他才给太平军的首领送葬 听说他们还占点亲的 杭州城里已经沸沸扬扬了 有人说 他以前有什么事对不起这个王兄 胡志炎胆大包天 给乱大分子发送 大人 这个事要是闹到朝廷去 自是非同小可呀 大人 那是要杀头的呀 大人 不能让胡志炎登别的上脸 你给他点颜色看看 对 要不然 把他抓起来 走 走 抓谁啊 抓 啊 出殡发送 无非是动静人道大了点嘛 谁死了没有这一出啊 小王 长君 我让你们为长杰军补充兵员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这 啊 此乃耽误之急 快去办 是 是 是 大人 哎呀 去吧 大人 这 大人 是 是 好一个护血炎哪 啊 还挺仗 还挺仗的 一份一份来 都有都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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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醉 咱咱都还好醉啊 都有份 都有份啊 啊 哎呀 哎呀 呀 嗯 胡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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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给您吃壶新的 不用了 我可不敢当 我记得 上回到你这来喝茶 你跟我说些什么来着 说白开水养人 说像我这样经常空着肚子 苦惯了 不斤涮 胡大先生 请开恩 小人是有眼无珠 当初不该寒谴您 好 我想求你一件事 请你把诸位乡亲请上茶楼来喝茶 茶钱我付 你看够吗 这你在干嘛 但是没什么 好 你不让我抢 来来来来 好 各位今天发财 发财 来来来 这生长 开我这个 开我这十两 我这五两 唱歌曲那边来 各位 一 五两 哎好 东家你在这儿呢 慢 慢 慢 程翔 哎 你 是不是想说 楼下的生意 很好 对对 今天 头一天开张 就进了三万多两 哈哈 程翔 我敢说呀 就照着 这个劲 起码还有半个月 半个月 我这还是少说了 你想想 咱们的利息高 又有多少人拆了西枪 补咱们东枪 那有这么大的劲响 咱得赶快放出去生力 不然咱每天得搭出去不少利息 我 一文不放 一文不放 程翔 东家 你明天就带着阿宝去浙江走一圈 到温州 湖州 长州 还有宁波 以及嘉兴 把咱们的当铺建起来 对啊 战火一息百废待兴 把不少存着的福财变成钱的 肯定是少不了 这样一来 冬家 你可真会 真会赚钱是吧 我是说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冬家 说说 这些主意你是怎么寻思出来的 陈家 要想赚钱 你不比我差 我可不行 你行 可是你总把你自己当伙计看 我让你当我的总乡里 是让你抓大事 知道 你抓总 则云负责上海 我嘛 冬家 你干什么 杭州一仗 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商 无官不安 官 无商不负 左宗堂这棵大树 还是很有靠度的 没有左宗堂 别说这些银子 我们连上海 都进不卖 所以 你再准备些银子 随时供左宗堂大人使用 杖都不打了 上哪去用呢 丞相 光让你占柜 我可使不起你 我让你 我让你带的银票带了没有 带来 嗯 五千两 这个 你先拿着 趁着在杭州大局面 把你的宅子建起来 哎 这可不行 老太太和嫂夫人还住着旧房子 你说我不 这 不用你考虑 我早已想好 用八万两现银 把我的湖宅重新翻建一下 我要把它建成 浙江的第一宅 浙江的第一宅 东南 王德榜和杨昌俊说雪原给乱党花上 左大人为什么不以为然 王将军和杨将军 果然是左大人的左背右膀 得力的干部 他们两个人完全是站在左大人的立场 听说雪原这一次 议仗 实际上是为了太平军的首领 在那边发伤 他们非常着急 所以就赶紧来跟左大人讲 不好啦 这件事情如果闹到朝廷上面去 那是很严重的 但是 左大人的想法是有点不一样 他采取比较宽松的这种标准 他认为太平军 是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那么可恶 是不是那么应该赶尽杀绝 他好像也不太同意 所以他认为说人死了 那人死为大嘛 你就把他发伤益障 你管他生前做些什么 他是采取这种见解 所以他认为没有关系 但是这两个干部还是不放松 再三的劝 劝到最后 他们是听左大人的 我想一个干部 如果只讲一次他就不再坚持 他是没有尽到责任的 如果他坚持到底 你老板一定要听我的 那就是刚鼻子用 那比老板还厉害 所以这两位的表现是可前可点 我不是说说就算了 我们有多大的严重性 我们就应该重复坚持几次 这个比例 这个度要自己去拿捏 自己去掌握 两个人苦劝 左大人还是不为所动 最后呢 最后你当然要听左大人的 这才叫做干部 血迹周长 为什么吸引那么多人 这个时候 战争虽然已经平息了 但是老百姓还是很穷的 因为这个粮啊 这个米啊 不会一下子生出来 他还有一个过程 一个恢复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啊 大家可以自由走动 那就想到要吃点东西 来让肚子能够有力气做事 血缘他是生意人 他是非常好的生意人 他从来没有放弃任何做广告的机会 你看他能招场 他都用血迹 他都用血迹 这个血就是胡玄的意思 你看他一路做下来 他所有的行业 几乎都用血迹 血迹 血迹 因为一个招牌啊 要打入人心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很多人学了西方的东西 我一说中文 这个不会那个不会 你看看胡玄就好了 他无时无刻 没有这种连锁广告的这种概念 他非常清楚 他不会这里打一个 那你打一个他不会 他通通是血迹 将来他的药厂也是血迹药厂 血迹周厂 那当然吸引很多人 你看连他妈妈 他太太 所有人都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能够使大家安定的生活 能够使大家不会饥饿 那是好事情 城墙急着要放款 血迹为什么说一文不放 我们到现在可以看出来 血迹的远见 以及他的毅力 现在都已经呈现出一部分效果 他老早想到 我帮左宗棠 我是帮 我宁可花点钱 我提本都无所谓 因为我这边会赚回来 你看现在很多军人 都把他们的想 把他们的钱 都存到胡玄的钱庄 那么多钱庄 为什么他们会选这里 因为中文他最会打听 他对这个马路消息 是最有兴趣的 大家心智肚明 你胡玄背后是谁 就是左大人 那左大人还不可靠吗 当然可靠 所以就不约而同 大家都把钱存到他的钱庄里面 弄得城墙非常紧张 哎呀 这么多存款 怎么办 所以他就赶紧去跟学员讲 我们要想办法放款 没有想到学员根本就不放 他说我一文钱都不放 我们都知道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 他们怎么生利 就是靠人家存款 给的利息比较低 他去放款 收的利息比较高 利用这个仓二来运作 现在你不放款 那怎么办 那利息谁出啊 所以陈强就很紧张 怎么可以这样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两个人的格局 两个人的眼光 两个人的内涵 是不一样 你会看到这两个人将来差距越拉越大 是什么原因 各位 我们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陈强问学员 从哪里学来这么多主义 他是不是不服气 外国人常常跟我讲说 你们中国人很骄傲 好像做一个中国人很骄傲 我就跟他讲 你错了 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会骄傲的 我们不像你们美国人 动不动就是我以做美国人为荣 那就是你很骄傲 骄傲的人是不会成功的 他说那你们看起来就是很骄傲的样子 我说你不懂 我们这叫神气不叫骄傲 做一个中国人很神气 但是绝对不能骄傲 现在一样 你说陈强他服不服气 他绝对服气 但是他不认输 中文可以不认输 但是不能不服气 很多人就是这个分不清楚 好像我不认输 不认输就是不服气 那你怎么跟人家合作 怎么跟人家配合 所以骄傲跟神气要分清楚 现在你看到陈强 他很服气 但是他不认输 雪原要陈强抓种 折云管钱 他自己做什么 他自己做什么 做老板 做总经理 现在很多老总就是搞不清楚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 雪原从来没有分配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有事大家一起干 那是刚开始 现在慢慢规模出来了 要分工的 要专职的 所以他说 哲云管钱还是管钱 你不能一会儿让他管 一会儿不让他管 他搞得人心惶惶 如果 哲云一开始就管不好 那当然可以检讨 他到现在管得很好 管得很好你凭什么换人 换人就表示你有事情 你准备搞什么鬼 所以雪原对这些事情 他是弄得非常清楚 非常有原则 哲云管钱管得好好的 你就让他继续管钱 那陈强呢 陈强你抓种 所有事情 其实他就等于现在的 总务部门的经理一样的 那时候还没有仔细分的时候 先设一个总务部门 我觉得这是很高明的 将来再慢慢分人事 会计 出拉 甚至营业 慢慢再分出去 一开始就分得很细 那是没有办法合作的 他自己做什么 他自己就是准备未来怎么发展 准备外面的人脉 怎么样去把它建立起来 还有该做的事情 还有该做的事情 不是在里面的 那他就知道 怎么样去再找另外的人去发展 水源要成全盖家宅 也为他自己盖一个浙江第一宅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安居乐业 一个人如果住的地方不安定的话 他是很难乐业的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国人对买土地 对盖房子 自古以来他就非常重视 也很有兴趣 很多外国人 他们呢 都是租房子 随时准备卖 就算自己盖的房子 他连一个钉子都不敢钉 很多人以为他们很爱惜房子 其实不是 他们从搬进去的第一天就盘算 我将来卖出去卖什么价钱 是这种心理 我们不要搞错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雪原他是典型的中国人 他看到城墙这么奔波 他知道要跟他安个宅子 定他的心 让他好好的专心工作 至于他自己要盖成浙江第一宅 那又是另外一种心理 我今天不客气的说出来 那就是对自己早年又年的一种报复 不是那种有报复的报复 而是有仇必报的报复 他心里想 我小时候替人家放牛 家里面住的那么差 现在 我用什么表现 我就用这个表现 其实这不见得对 但是我们不能怪他 因为他这么发愤 这么努力 大部分的心思都是摆在 有一天 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给那些以前 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人 也对我宁愿看待 那最好的表现就是弄个浙江第一宅 人不能变成世界第一大 他才是可以变成浙江第一宅 我们不能怪他 只是我们不一定要学他 这倒是真的 东家 瑞小姐就住这儿 东家 就是 屋里有亮 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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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敲开吗 能 当差子出身 干这个还行 瞧 谁呀 是我呀 瑞小姐 阿贵呀 对 来了 快进来吧 怎么 有事吗 瑞小姐 是这么回事 啊 里面坐吧 哎 哎 给我来 这都是你们弄的茶啊 嗯 正是收茶的时节 送到店上呢 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 是 哎呦 瑞小姐 瑞小姐 嗯 这茶叶可真好 看 多新鲜 你看 阿贵 找我是不是有事啊 哦 是这么回事 胡先生 让我给你带来五百两名票 他说 这是他的点心意 让您呢 把他收下 好吗 哼 拿回去 哎 你 你回去吧 你回去告诉你们东见 就说我瑞锦 趴着银子上趴着冤魂 瑞小姐 瑞小姐 胡先生可是一片真心呢 他说 没有你瑞小姐仗义相助 他就没有今天 当初要不是您借给他银子 他怎么能有现在的事业呢 哎 瑞小姐 你给我出去 哎 瑞小姐 哎 胡先生他真是一片真心 你车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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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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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瑞锦姑娘在吗 老他啊 嗯 自己进去看看去吧 去吧 哎 让你出去 你怎么还没走啊 哎 哎 瑞锦姑娘 哎 我对不起你啊 嗯 这倒怪了 我爹给你干了一辈子 连家房子都没有 我娘临死时借你的债 就还了十五年 那个时候 你怎么没想起对不起啊 瑞锦姑娘 真都怪我 现在遭报应了 胡达先生的通郁钱庄 高利收银 我仁德钱庄都快对空了 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知道我跟胡雪岩好 对吗 啊 对啊 不不不 胡雪岩他 告诉你 我呀 就是跟他好 实不相瞒 想让他顾全你的仁德钱庄 还非我不行 我只需跟他说句话 他就能把利息降下来 甚至还拒收你任老板的存户 哎呀 姑娘 你这可是鸡的大德了 我小子你肯定会帮这个忙 你是个好人 我不会白让你帮忙的 嗯 我这里有一千两银票 我马上拿给你 拿给你 你收下吧 可我就是不帮你 我要让他把你的钱庄给击垮 你垮了我才高兴呢 你垮了我才高兴呢 我要告诉他 让你没有退路 你出去 你给我出去 瑞金姑娘 你给我出去 瑞金姑娘 你出不出去 不出去 我可要喊人了 你深更半夜私闯民宅 哎 你出去不出去 好 好 我走 我走 快点 快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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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不是仁德钱庄的人老板吗 胡大先生 师父 您怎么不进来 你呀 别羞愧我了 这个 当初要是依您之见 我今天也不会 不不不 如果没有当初的话 我哪有今天的 请进 任老板 请进 师父 请 这都是仁德的老人了 我无言以对 还是在这儿吧 好 上茶 师父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胡大先生 你本机雄厚 月曦高出我三里 我那里存货都快撤光了 都跑到你这儿来了 这么说 是我对不住师父了 其实 干这行的 互相都应该有个照应 可我这儿的银子来得容易 想让大家宽裕些 这样的话 任德钱庄 恐怕只有提高他的利率了 哦 那不更要我的命了 为什么 银子一进来 放不出去 那不等于 等着散架吗 这倒也是 师父 您放心 这样 您把利率啊 提高到 与通郁钱庄相同 这样不就行了吗 放银子 由通郁 帮您抄手 获利之后呢 咱们 五五分成 哎呀 胡大先生 多谢 多谢 师父过去啊 咱们您要走 我这就走 那不远送 瘦不远送 留步 瘦不远送 胡大先生 你好会做生意啊 这么一来 不但任德成了你的封号 而且还拿走了我的半壁江山 王将军 胡先生 王将军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恭喜 满 发财了吧 那边谈 雪呐 干得好 雪 我求你件事啊 我把几位将军的赏银存到你这儿了 那左大帅的呢 左大人 哎 左大人从来不收不义之财 就连户部给他的赏银 他也拒收 这不 左大人叫我让你去一趟 左大人 这是为什么呀 哎呀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左大人 左大人从来不是为了银子才做官的 啊 请吧 请 请 阿贵一直夸张茶叶真好 是什么用的 阿贵 他被胡玄指定 要去赔 掠金 这个是个难题 因为对他来讲 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多多少少也知道 瑞锦跟雪原的关系 这就更不好做事 可是他没有选择 老板叫他做事 是看得起他 他只好免为其难答应 他到了瑞锦这里 你说他说什么呢 说什么都很危险了 所以只要看他很多茶叶在那里 那就拼命说这个茶叶好呢 一方面是客套话 一方面是用他当桥梁来摸索 到底我该讲什么话 才妥当 这方面他是受过训练的 因为他在衙门里面 做过事情 他知道话不能乱讲 你一开口就讲 那等下堵住 那万一讲错怎么办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见面 老是讲些没有用的话 你还好吧 其实连这句话都很危险 所以后来就说 今天天气 你跟他讲一般 就不敢讲了 因为你不知道 对一般认为是好还是坏 很多人不了解 始终认为中国人 就很讨厌 这个荣誉社会 其实他不懂这个用意 你一讲话 就得罪对方 对你有什么好处 可是你永远搞不清楚 对方喜欢什么样的话 所以你只好用这种 比较忠信的 比较模拟两可的 那现在呢 他是男的 瑞锦是女的 他如果说 你还好吗 那糟糕了 那传到血缘的耳朵里面去 不要他有什么想法 如果说今天天气 哈哈哈哈 那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打官腔 所以他只要说 你茶叶真好 然后看看反应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虐锦不收血缘的银子 是什么道理 其实血缘是跟得来的 只是他已经被虐锦弄的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太敢直接跟他见面 以免呢 越弄越降 所以他躲在门后 那叫人家呢 就送银子 这个透过第三者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看一家人有时候 儿子要跟爸爸讲话 感觉到很冒险 他也会透过妈妈去讲 那妈妈要教训儿子呢 也多半透过爸爸去骂 这个第三者 其实非常好的桥梁 这是《易经》里面 很重视的一个仲介 我们情常没有好好去用它 因为你血缘直接送 他一定不收 他不收到底是真的不收 还是赌气不收 你永远感不清楚 你现在透过第三者去 你才知道他是真的不收 还是假的不收 他不收 他不收是聪明的 因为他现在不靠这几个银子过日子 你把这个收回来 说不定什么都断掉了 我不收 你永远欠我的 你还也还不了 这才靠命 任老板为什么夜房累久 白天跟晚上 是我们两个选择的标的 有些事情白天做 显得光明磊落 有的事情晚上做 显得很神秘 显得在当中 有高度的机密性 这个时候他显得是什么 他显得是心虚 因为他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老板 如果白天来被列警赶出去 烤得满街的人都看到 这个脸丢到哪里去 所以他想来想去 还是晚上比较保险 所以他晚上就来了 他就求啊 你帮个忙 打打圆场 其实内警是满同情他的 因为他也站在 后来想想也站在 任老板的立场上 他又能怎么样 以他的见识 以他的素养 他能怎么样 他顶多不过如此 而又想到他以前照顾他们 妇女也不错 人总是这样 一冷静下来 他的想法就不一样 偏偏任老板这个时候 就送他一千两银子 弄得他很豁大 他认为你想用钱来收买我 那你是什么心吗 所以他一番年就把他赶出去 这是任老板自取其咎 自作自受 他自作聪明 所带来的恶果 任老板亲自到通义全庄 血缘如何回应 任老板走的是第三条路 就是透过内警 想去跟血缘说说好话 大家看看能不能 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走不通 那只好自己去了 去了以后 血缘表面上对他很客气 实际上对他是很不客气 非常的不礼貌 甚至他话刚刚讲完 你要找他就是赶他走吧 可以这样 来者是客 我们中国人一直讲 你对来的人你要尊重他 因为他毕竟是客人 你做主人要有做主人的道理 但是各位如果站在血缘的立场 他会觉得你当初把我逼出去 又在后面抹黑我 你根本就是赶尽杀绝了 我跟你还有什么师徒的关系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是第三者 我们会很冷静 我们会觉得血缘也没有这个必要 就表示你这个度量还不是很宽宽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但是以血缘出生的背景 以他的学习 以他的理念 我们不能过分的要求 所以他这样做 我们也认为是合情合理 他就是一个 你对我好 我一定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到时候就是给你难堪 我觉得也没有错 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修养到说 好像什么都没有关系 不一定 不一定 血缘他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其实跟他这一点也有关系 你对我好 你放心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你对我不好 那到时候我就给你难堪 你看他对丁日昌 他对很多人 他都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当然各位你要选择怎么样的修养 那我们也同样尊重各位的选择 王将军为什么来道习 他不是要抓血缘吗 王将军 他是个军人 他是直信子 他认为该抓的时候 他就去禀告 左宗航 不管他以前帮什么忙 他这样就是不对 我就要抓他 这是对的 你看他远远看到血缘那条船过来 他不管你是谁 他只问你这个船干什么 这才是个好的军人 他是掐到好处 他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合理 王将军既然接受了指示 说这种事情 没有错 那他整个都忘光了 他就是诚心诚意来道习 当然 我们也心智肚明 他也想把他的银子 存在军人的浅庄 有好处他为什么要放弃 他没有必要放弃 左大人 为什么不把银子存入浅庄 他不是不存 他是根本没得存 为什么没得存呢 他这个人很有意思 你给他的赏银 他不要 他如果我身为军人 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还有什么奖励呢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我是个打电脑的人 我把电脑打得很好 一个字都不错 这是本分 哪里还有奖励呢 如果一个人把事情做好 就要奖励 那糟糕了 那你一个人 那不要领薪水好了 专门领奖金好了 应该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 不应该给他奖励 左中堂是很坚持的原则 我没有特别做 我只把军人的字做好 我该做的完成的 所以你赏言我不要 他也没有钱去存 他一生就是这种作风 所以我们后人对他 老实讲是由衷的敬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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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